为什么关羽越来越难打,胜利越来越低? 并不是因为这个英雄不强,而是他带不起来大节奏。 就拿这一局来说,对面阵容和自家阵容。 这个阵容前期被打爆,没后期。 不能早点赢,到了后期也是输。 为什么不能自己带飞呢?那这一局仔细看好。 从上路到下路支援,带好了一波节奏。 然后射手辅助又掉了一波。 打野二年击破,南宁王也没了。 我补给过来之后,则首约的位置。 首约视野销售的地方是往中路走。 注意他瞄的位置,刚抓完人,我以为他没大招。 不过还好,这个二技能踩到了。 开大之后,这一刀刚好又劈到法师身上,用血音把它从塔里面推出来。 很极限的,这一波又拿了双杀。 九分钟,我现在是5-0-3。 首约闪现躲了劈,对面打野刚好过来。 这个一技能是刮出来的。 虽然不是我拿的首约,但是吃完了对面的技能。 然后往而刷了起来,这一波一换三。 这也是我没的第一次。 财眼,被首约拘了一枪。 回塔下补给,在他清兵的时候一技能消耗。 他周围是没有队友的,所以我上去收他。 刚跳过去,对面打野刚好过来。 打野和辅助,只要不是同时来,千万我还能走。 这是我没的第二次,两次都不算白给。 然后你们看,16分钟的战绩,8-3-11。 队友掉了多少次点,我就不说了。 你们看这一波,这个要从开局到现在一直跟射手。 两个人贴脸追老夫子,被拉,被捆。 我在下路清兵,这种强行开的节奏我也跟不上。 白给了两个,对面打野过来,打了我一套,我只能开大和二技能跑。 然后在我逃跑的时候,可能是因为这两个人不停的掉顶。 打野心太崩了,然后白给了一波。 少了两个还可以守,没了打野还有机会守。 往而去追匪,然后被反杀,就剩下我一个。 全都是控制英雄,我还没有技能。 哪怕给我清掉这个泡兵,后面还有一波兵线。 所以不是官义不强,而是这种局太多了。